在马里兰州的这个募款餐会上 他又开始怎样 他现在会把乌克兰讲到伊拉克 这个怎么样也不会 怎么会扯到这边 然后他说什么 普丁记得问他 普丁现在实力变弱了吗 经过兵变之后 他说很难说 他现在显然正在输掉伊拉克战争 你知道那个俄罗斯的发言人 那个女发言人刚刚发文 说拜登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还是你说的是越南呢 刚刚发文嘲讽有没有 你确定吗 反应也很快 普丁你输掉了伊拉克战争 好回来刚刚那边 所以这样的总统怎么办 然后他又开始讲Pareil的建民 拜登很喜欢讲这个单字 对不对 他过去讲沙特也是用这个 就搞得他跟沙特关系很坏 现在他拿来讲普丁 所以卓老师 美国怎么办 第一个 这个可能在拜登心里头 他觉得伊拉克 他可能觉得这个乌克兰 就像2003年的伊拉克 这个俄罗斯就像2003年的美国 所以他心中可能 其实是非常不认同当年的布希腊 他需要一个卓老师的翻译机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他一直是扮猪吃老虎 因为他看起来的确像 看起来像神志不清 经常恍神 但是他到目前为止 他的很多政治目标都达成了 比如像今年 大家上半年大家担心说 这个债务上限到底能不能提高 到底能不能度过债务危机 结果还是度过债务危机 那本来大家觉得说 这个民主党可能会提名其他人 他可能很难连任 结果没想到还是川普又回来了 那川普回来 我认为就是拜登胜选的保证 因为大家太讨厌川普了 就觉得拜登可以忍受了 所以我看起来 虽然他真的是出了一连串的笑话 这个已经变成 已经快进入娱乐版了 但是我们还是看他具体的事情 我觉得他有一些 他所提出的目标 也基本上都达成了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 是他最近讲的是说 他要引渡这个谁呀 普利格金 那你要引渡这个普利格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他难道普利格金是在 是有犯下对美国的这个罪行 然后所以美国要引渡他吗 这个很奇怪呀 那这个普利格金 他自己有说他想要到美国去吗 他想要被引渡 他想要去美国吗 也没有啊 但是呢 其实他这个是透露了他真正的想法 因为他很想知道 第一个很想知道普利格金 到底在俄罗斯有多大的分量 第二个才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是 到底美国政府 有没有介入普利格金的这个 反抗普京的这些军事行动 这才是大家所关心的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才是 也是牵涉到现在未来 乌克兰战争会怎么样收场 那你讲到普利格金 我们就看一下 普利格金现在不是到白俄去了吗 白俄总统也证实了 那白俄总统会怎么对待普利格金 我们看他都讲得很漂亮 我们要向瓦格纳学习等等 但有细节 白俄罗斯给了瓦格纳提供了一个废弃的 有围墙的跟其他设施的军营 瓦格纳你可以自行搭建帐篷 然后白俄方面会帮助瓦格纳停留一段时间 但是钱你要自己想办法 我是不会给你钱的 那这个俄罗斯呢 不是提供了白俄一些战术核武都已经运到了吗 那这些战术核武不会让瓦格纳来 怎样 不会让瓦格纳来看守 然后白俄也不会帮瓦格纳设置招募点 那他的部队不会来看守 我刚刚讲的战术核武 那卢卡申科要干嘛 那他这样留着瓦格纳干嘛 他们说就是留着瓦格纳来 帮他对付波兰跟立陶宛 所以周老师你觉得呢 当然这个立陶宛已经第一个 这个出来这个抗议了嘛 对不对 这个波兰非常的担心 还跑去跟这个泽伦斯基见面 所以呢你看看 他当然了 瓦格纳留下 普里格金留下了这个记录之后 虽然现在借由卢卡申科 卢卡申科其实蛮八卦的 有没有 他讲了一大堆好多细节 什么脏话 讲的活灵活现 对他真的是很难说 那你看他给了这个待遇 你觉得呢 普里格金会效忠他吗 普里格金会帮他吗 你都不给我钱 对不对 那我 他是什么 人家是 人家就是靠这个为生的 你觉得呢 这笔交易能够成吗 我认为这笔交易能够成 原因是 普里格金未必缺钱 而且最重要 普里格金的这个筹码是 普里格金的未来是在于说 他有可能可以取代普京 因为他在俄罗斯 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这个里头其实 所以这是卢卡申科拉拢他的原因 对 很重要 因为其实卢卡申科对普丁是又爱又恨 因为之前他出了这个政治危机 是普丁帮他这个摆平的 但是普丁帮他摆平以后 俄罗斯军队可以随时到白了俄罗斯去 而且卢卡申科跟大家讲 他说普丁要杀他 是我跟普丁求情嘛 这做了一个很大的人情啊 对 所以他现在等于就是说 一方面他收容他 给普丁就是告诉普丁说 你看你的这个政敌在我手上 所以你也不要随随便便 就把你的部队派进来对付我 另外一方面他等于又是告诉普丁说 你看我也没有对他很好啊 我们两个互骂脏话啊 我也不给他钱啦 所以其实他有点在玩平衡术 因为其实他的地位 卢卡申科他本人的地位 其实是非常的不稳的 因为他虽然前一阵 他虽然是经过这个 他现在虽然可以说 他在白俄罗斯像是一个独裁者一样 可以一手遮天 但事实上因为前一次 他是靠普丁的力量 摆平了他的政敌 所以普丁随时部队可以开进来 因此普丁随时可以去解决他 所以他对于普丁的动向 他是非常的关注 也非常的担心 所以这次要怎么看他 他算是立了个大功 还是说他帮自己 搞了一座大山来做保障 他帮自己搞了一座大山来做保障 就是说只要普丁未来要威胁他 他随时可以把普利格金 给放回俄罗斯去 就可以去挑战普丁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因为你看他的这种安排 很像就是什么呢 一方面很像是难民 二方面就很像是那种什么呢 游击队 就是我等于是在这边供养了 一个俄罗斯 有可能去对付普丁的游击队在这里 而且这也可以撞到他自己 我说像你看立陶宛跟波兰 有没有 没有错 现在就很害怕 然后还有一点 因为其实还有不少的白俄罗斯人 在乌克兰替乌克兰打仗 这些人都是反卢卡申克的 所以这些人万一将来打仗 乌克兰战争 这个烧缓之后 他们回到白俄罗斯 就变成他的一个挑战者 所以他现在有了普利格金 说你还可以来帮我挡一挡这些人 所以他是一举三得 那你讲的这些普丁会不知道吗 普丁当然知道 但是普丁现在 普丁会看辣丸报吗 今天之后他会每天看的 好那紧接着我要让这个纪大使来看一下 讲到这个俄乌战争 这位中国驻欧盟大使副冲 最近接受了这个美国纽约时报的专访 在四月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想说北京不承认 这个莫斯科 我们先看这边 这是半岛电视台专访 这个比较新 稍后再给大家补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